要在菲律賓設電廠 然後呢再用這個電纜或者船把電運回台灣 我們台灣就是缺電啊 我們台灣的電就是不夠啊 民進黨的能源政策就是有問題啊 還說不缺電不缺電 一天到晚這個小動物那個松鼠 那個馬鈴薯不是馬鈴薯 這個松鼠那個小鳥的對不對 這一下就被電死了 就說不缺電不缺電每次都是小動物的錯 我們就是缺電嘛 你如果不缺電 你幹嘛要到海外電廠再運回台灣 如果今天兩岸真的打仗了 你去菲律賓設電廠 用海底電纜的電 老共是不能封鎖嗎 你以為今天如果兩岸真的要打仗 老共真的要封鎖你 你電廠在菲律賓的電送的回來嗎 大陸的電過不來 菲律賓的電就過得來嗎 雲爆早就在菲律賓插旗了 這又是民進黨的這些綠油油的企業 賺錢賺台灣納稅人的錢的另一個管道 我不知道 郭智輝這個經濟部部長還能幹多久 那還是王鴻威這個爆料 才是整個這個政策的核心 也就是說經濟部部長要拋在菲律賓蓋綠電廠 然後運電回台灣這個議題 要在菲律賓設電廠 然後呢再用這個電纜或者船把電運回台灣 那這個言論的本身就很好笑 首先就是你郭智輝你怎麼會拋出這個想法 如果真的這個想法是要施行的 我們台灣要在菲律賓蓋綠電廠 然後再把電送回台灣 代表的一件事代表的 其實有三個含義 第一個含義就是我們台灣就是缺電啊 我們台灣的電就是不夠啊 民進黨的能源政策就是有問題啊 還說不缺電不缺電 一天到晚這個小動物那個松鼠 那個馬鈴薯不是馬鈴薯 這個松鼠那個小鳥的對不對 這一下就被電死了 就說不缺電不缺電 每次都是小動物的錯 我們就是缺電嘛 你如果不缺電 你幹嘛要到海外電廠再運回台灣 這個不是很神經病的事情嗎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們竟然還要到海外 到菲律賓去建電廠 然後再把電運回台灣 這樣子划算嗎 我用想的都覺得不划算啊 為什麼因為我們還要在海外設電廠 然後再要運運電運輸的這個成本 但是為什麼會有這個想法去實行呢 就代表我們台灣的那個綠電 有TMD多貴 有他差的超貴 因為就是我們台灣的綠電真的有夠貴 我們才會想要去海外設電廠再運回台灣 因為這樣搞不好還比較便宜 不是嗎 就是從經濟成本考量 是因為我們的綠電實在太貴了 我們的綠電真的很貴 因為台電虧損的不得了 一支 台電一支是買電不足 台電的電不夠 去補貼綠能電廠像雲爆這些的 跟綠能電廠用貴貴的單價去買他們的電 然後來給台灣老百姓使用 然後台電自己在虧損 然後政府再用老百姓的納稅錢 再去補給台電 讓台電能夠繼續經營 然後台電再花貴貴的錢 去跟綠能電廠去買電 然後再給老百姓使用 那終於不服虧損 然後漲電價 讓老百姓多掏點錢去用這個電 核心點就是電太貴了嘛 為什麼電那麼貴 為什麼台灣的這些綠能電廠那麼貴 貴到成本 連去海外設電廠運回來 這種方案都在考慮 二就是我們的綠電 它差的有夠貴 三 為什麼我們竟然要在海外設電廠 要跑去菲律賓 設這個綠電廠 然後在大老遠的運電回台灣 你何心點想 中國大陸離台灣這麼近 如果按照這個 經濟成本效益 我們大可以跟中國大陸談 如果我們真的覺得這個要便宜的電 要經濟實惠 要考量這個成本 使用率的話 我們就跟中國大陸去談 是不是 就是因為兩岸關係爛嘛 兩岸關係差嘛 所以才說那去菲律賓嘛 繞得老遠的跑去菲律賓 跟菲律賓去談 在那邊設電廠 如果今天兩岸關係好 我們直接跟中國大陸談 中國大陸的電 海底電纜直接運來台灣 對老百姓來講直接解決 對台灣任何產業都是好事啊 直接解決台灣缺電的問題了嘛 對不對 但是很多人講 就是怎麼辦 兩岸關係緊張啊 所以沒有辦法 而且是不是萬一打仗了 這個能源就被老共給掌握住了 對不對 你看如果打仗了 老共不給我們能源怎麼辦 我如果真的害怕 就是說兩岸關係緊張 害怕打仗 就覺得就不要從中國大陸那邊的電 就受到影響 那我想請問一下 如果今天兩岸真的打仗了 你去菲律賓設電廠 用海底電纜的電 老共是不能封鎖嗎 你以為今天如果兩岸真的要打仗 老共真的要封鎖你 你電廠在菲律賓的店送的回來嗎 大陸的店過不來 菲律賓的店就過得來嗎 你是不是太天真了 如果老共真的要封鎖你 他還讓你這個菲律賓的店一支來 是不是啊 拜託 你實際一點想 到底要從經濟成本考量 還是從戰略面考量 如果要從經濟面考量 就直接跟中國大陸去談 最划算 最會合啦 最划算啦 如果要從戰略面去考量 那我們台灣就恢復使用核能吧 直接台灣核電廠一座一座又一座 這才是我們最 就是最有效率的戰略物資嘛 也不用用什麼天然氣 戰略儲備只有兩個禮拜 所以民進黨政府搞清楚 你到底要從經濟層面考量 還是從戰略層面考量 你到菲律賓去設電廠 再運電回台灣 經濟層面考量也想不通 這樣有划算嗎 很奇怪 戰略層面考量 戰略層面你這樣能源就安全了嗎 如果老共要打我們台灣 他菲律賓的電封鎖不了嗎 真的是你到底在想什麼 經濟面也不行 戰略面也不行好不好 真的拜託 我不知道 郭智輝這個經濟部部長還能幹多久 那還是王鴻威這個爆料 才是整個這個政策的核心 也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這個經濟部部長 要拋在菲律賓蓋綠電廠 然後運電回台灣這個議題 因為雲爆早就在菲律賓插旗了 這又是民進黨的這些綠有有的企業 賺錢賺台灣納稅人的錢的 另一個管道 哈囉大家好 感謝收看我們二台用心製播的節目 如果喜歡的話 也請給我們點鼓勵 幫我們按下訂閱加分享吧 並可以在每週一至週五同一個時間 繼續收看我們的節目哦 現在我想要來分享一個我很愛用的產品 就是中天保養品牌KS推出的新品 KS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它的成分非常的厲害 又媲美藍光神爛的炸藻之翠 能防禦環境裡3C商品 及各種光源對肌膚造成的傷害 還添加黃金海藻成分 幫助肌膚維持年輕 這支KS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無論是我的日常外出 或是海邊都是必備的啦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選擇這支KS Royal Care皇家呵護系列的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防曬隔離一次解決 抗光動力一停就搞定 你的保養日常就叫KS吧 一定會有朋友會問 這支擦起來會不會黏黏的 放心 這支KS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擦起來非常的清爽 不含香料 兒童 孕婦全家人都可以使用 呵護您也呵護全家人 快到快點購下單 記得輸入推薦碼 852會有更多折扣哦 謝謝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